大家好,在4月份的时候,我给大家看了一下大花卉兰怎么样第一步来养护它 你如果点击右上角还能看到这条片子 现在过了几个月,大花卉兰已经开完了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怎么给它分盆 第一步我们先要把它这些花剪掉 这些花有的已经开完了,有的还没有完全开完 但是不管怎么样到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把它剪掉 然后重新给它分根,分盆了 在分盆的时候,我们用的基植,我还是会建议用这种树皮基植 和养蝴蝶兰是一样的 树皮基植它透气性也比较好 分盆的时候,我们需要在它这些新芽刚刚发出来 或者还没发出来的时候,不要等新芽长大了 因为新芽长大的话,我们再把它分割出来容易受伤 大花卉兰在分租的时候,每一盆里面最少要有三个去年生长的比较老的甲林茎 这些新发出来的新芽就不能计算在内了 我数了一下,我这里有十几个,所以大约可以分成三盆 我们现在来看看怎么分 这个之前呢,你大约要有一个星期甚至更多一点的时间不浇水 但是这个盆里头还可以稍微的保持一点水分 让它有一点点湿润来维持它的生命 这样大花卉兰的根就会发软,再操作起来就会方便很多 不会把它们都折断了 我们现在把它拿出来看一下 大家应该还记得在之前那个片子里头,大花卉兰拿回来的时候 它的根把那个盆装的满满的,连水都浇不进去 所以我们就给了它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 换了一个新盆,在周围店上宽松的新鲜机质 这样它有空间,可以吸收足够的水分 这个我们有一个星期没有浇水了 所以它的这些根部都已经发白发软了 就比较容易操作,不会因为发脆把它都切得烂烂的 现在你看一下,数一下大概有多少芽 然后你就可以决定你要把它分成几份 你用一把锋利的比较长一点的刀 如果你有美工刀就最好了 我因为没有,所以我就拿了一把比较长的锋利的刀来切割它 再强调一下,你在分租的时候一定要确认 每一盆里面最少有三个甲铃镜 是去年生长的比较老的 而且这个甲铃镜必须是三个连在一起的 不是独立分开的,所以你分割的时候要小心一些 我有把剩余的部分分成了两部分 这样一共就是三盆 切的时候要很小心,你看我这里稍微切伤了一点 不过这个都不是太大的问题 它们生命力还是非常强的 这些根切断了完全没有关系 到时候它们会恢复的 分完租以后,我们现在来清理它旧的基质 把它稍微的敲打一下 然后用手慢慢的把里头的旧基质都给它清理出来 另外切断的那些根一定都要把它清理出来 如果有腐烂的根也一定都要剪断拿出来 因为它以后再种回去的话,在里头腐烂了会发霉 影响这个植株的生长 到这样子你看,基本上都清理干净了 就拿一个盆,把底下先垫上 放一点基质在盆底 把分号猪的这个大花卉兰放进去 旁边都填满基质 一边填一边稍微的抖一抖 让它那些细小的基质可以把它的缝隙都填满 都装满基质以后 因为大花卉兰它这个叶子很高 你要是怕它倒了可以插一根棍 用一根绳稍微的把它扎一下 但是如果你不介意它垂下来的话不扎也可以 然后放在一个大的桶或者花盆里头 浇满水 让它浸泡最少24小时 因为这些基质是干的 另外你这个大花卉兰已经有一个星期不浇水了 第二天你看都站起来了 状态非常的好 在刚刚分完猪的前面三到四个星期 你要密切注意它的情况 不要施肥 让它慢慢适应分猪以后的情况 我会不断上来更新它们的状况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欢迎点击右下角的院子 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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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